9月21日,美国防务新闻周刊发表的一篇新文章引起了诸多网友的吐槽 有网友甚至直接嘲讽说 如果防务新闻实在真没什么话题可写 那就播昨天的天气预报吧 最起码还有点失效性 究竟是什么新闻让大家如此不满呢 这篇文章原文标题的大致意思是 欧洲武器制造商在俄乌战争的影响下正在研发几种新式武器 标题确实很吸引人 咱们接着往下看 文章内容不多 大致意思是 芬兰因斯塔公司研制了一种新武器 名叫钢音 这种武器的动力为四轴电驱动螺旋桨 可以携带3000枚具有穿甲能力的高速射弹 打击方式为自上而下 覆盖面积相当于三分之一个足球场 平均每平方能投放1.5枚 主要目标为步兵阵地以及坦克 还有德国的莱茵金属公司 他们研制的是新型地雷 这种地雷会在坦克进入防御区突然弹射到高空 并在下降过程中把一枚155毫米的炮弹打进敌人坦克顶部 看到这儿相信很多粉丝的脑门上大概率会冒出一串问号 这不就是把急速炸弹装进无人机吗 还有那新式地雷 怎么那么像冷战时期的跳跳雷呢 确实像带有战斗部的巡飞弹挂着手雷 绑着炮弹的自杀式四周无人机 这类武器在战场上早就呼风唤雨了 特别是莱茵公司的利雷 连工程师都承认他们吸收了冷战时期跳跳雷的设计灵感 可以说除了材料是新的 这两种武器跟新式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标题和文章完全属于标题党 或许这就是引起大家吐槽原因 不过火力军看完这篇文章之后 倒是有些不一样的看法 以四周无人机为例 特别是近些年 电驱动的四周无人机 无论是续航时间还是载重 都比刚出道时要进步很多 记得早些年 民用四周无人机充一次电只能飞五分钟 电池寿命也短得可怜 但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动辄都是三十分钟起步 而且还是载重的前提下 这就给了使用者更多的功能改装空间 最常见的就是乌军士兵 在四周无人机下方挂手雷 甚至是绑上迫击炮弹药 虽然在飞行的时候总是摇摇晃晃 但实用性堪称一流 特别是对于小规模步兵来说 躲都没地方躲 这些画面在社交媒体上 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那如果把这种改装的武器 直接做成一体化 会不会更加高效呢 答案是肯定的 据芬兰公司 因斯塔公司宣称 他们是把钢鹰弹片和四周无人机 一体化组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既便捷 威力又大 操作稳定性极强的 新型四周无人制式武器 可以大规模满足步兵在开阔战场 展开攻击的火力需求 如果说之前乌军使用的残次品 钢鹰就属于正规军了 无论是稳定性还是威力 还是功能性 都是DIY四周无人机不可比的 属于典型的先有战技 后有制式的新武器 只是这些武器的制造商们 不能称之为新研发 应该说是抄袭或者升级才对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飞天地雷 冷战时期 弹跳地雷的设计理念 是为了让爆炸后 产生更多有效的破碎弹片 直白讲 就是传统地雷埋在地表以下 爆炸后弹片会呈扇形 向上扩散 只对扇面区域内的士兵形成威胁 怎么才能威胁到更多的区域呢 就是让地雷跳起来 也不用跳太高 一米就够 在这个区域爆炸 辐射面是完整的圆形 比地下爆炸威力足足扩大了四倍之多 但是这种地雷也有一个缺点 不踩上去 它是不会触发的 如果敌人没有按照既定路线前进 那布雷的意义也就没有了 德国新设计的飞天雷 全称为区域防御武器 它同样采用了地雷弹射升空的理念 只是在弹射高度上有所升级 最高达300米 打击范围更大 不仅坦克 就连步兵 自行火炮 扫雷车等等 都可以成为它的打击目标 属于加强版的弹跳地雷 最大亮点是它的触发机制 以前地雷需要被坦克碾压 或者单兵踩踏后才能触发 来因金属公司新研发的飞天雷 则不用 它可以在侦测到目标之后 自动弹射升空 并启动俯冲火力装置 这种设计最大的好处 就是给敌方的排雷工作 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普通地雷可以先用排雷车 暴力碾压 或者用弓兵先探测 再拆除 但这种新型地雷的 远距离侦测ADW弹药 能自动追击扫雷车辆 就连弓兵出现在一定范围内 也能触发其弹射装置 等于说 仅布置一枚这样的地雷 就能把战场某一块区域 彻底变成禁区 客观地说 飞天地雷并不是德国新研制的 去年5月份 俄军就在乌克兰 使用了这种飞天地雷 和莱茵金属公司 新地雷的功能非常相似 据说都有自动侦测目标 自动弹射 以及高空俯冲式拱顶的能力 无军的DIY武器 其实也有类似的 比如用四周无人机 携带TM62M反坦克地雷 在俄军坦克上方 进行精准投放 这些都是飞天地雷的早期雏形 只是德国的飞天地雷 在侦测模式上更加多元 监视距离也更远 和刚硬一样 也属于先有战绩 现在才发展有了 制式的新式武器 不可否认 以上两型武器的早期形态 在俄乌战场上表现得非常亮眼 而且更重要的是 它们暂时都没有天敌 稍微展开来说 想安全排除战场上的 飞天地雷装置 目前的办法也只有一个 用不计成本的覆盖式轰炸 或者用反辐射导弹 定点清除 反辐射导弹单枚成本 基本都在50万美元以上 它的定位是摧毁 高价值雷达基站和雷达车 数量本来就比 普通制式导弹少得多 所以 这两种摧毁手段 基本只是停留在理论阶段 实际操作成本非常巨大 好歹 飞天地雷算是有摧毁的手段 无人机和巡飞弹就不一样了 对付大型的 还能用信号枪干扰 电子战飞机和电子战车 也能将其打下来 可小型的就难办了 比如俄军的柳叶刀 美军的弹簧刀 以及简单改装的 小型四周无人机 这类武器本身体积就小 灵活性特别高 向前向后 以及突然转向的动作 都可以在瞬间完成 主打的就是一个猝不激防 最关键的是 此类无人设施 低至100美元 就能采购一架 性能不错的远程遥控板 甚至连10美元的玩具板 也能带着一公斤的载重 升到几十米的高度 而且还具备实时图像显示功能 不是火力军在开玩笑 这是目前真实的无人机市场 这些设施的量产度极高 在非常容易占据数量上 绝对优势 这就是为什么用风群 形容它的原因 对步兵来说 这种成群结队的小飞行器 和一战时期 手雷的地位一样 属于跨带式武器 基本无解 一战时期的战况并不复杂 失去输出火力的机枪 主导着战场 双方战壕之间 就是一道 谁也无法逾越的死亡线 不过在马恩河会战中 德军率先使用木饼投掷炸弹 打破了僵局 原理很简单 德军在木饼上 加装了一条9厘米长的帆布袋 投出后 帆布袋自动展开 这样就能确保碰炸隐性 最先碰到障碍物 从而引发火药爆炸 一时间 英国军队被这种 沿着抛物线而来的铁疙瘩 彻底砸蒙 预防不了 躲不开 而且还捡不起来 落地就爆炸 后来英国科学家在此基础上 研制出一号碰炸手榴弹 设计师米尔斯又在此基础上 研制出了文明于世的米尔斯手雷 今天的中东和北非战场 米尔斯手雷仍然是一大杀器 目前世界各国单兵武器 手雷都是B选项 属于世界上少有的 服役超百年的武器之一 除了躲得更快更远之外 应对手雷至今仍然没有 行之有效的办法 回过头看现在 现在的小型飞行器也是一样 躲不开也防不了 在俄乌战争开始之前 很多人都想不到 一个航拍玩具 竟然能成为致命的武器 可仅仅才过去一年多的时间 就连世界各大顶级武器制造商 都加入了四周大军的行列 足以证明这玩意和手雷一样 在某一战况下实在无解 防务新闻此次所提到的这些新式武器 虽然是欧洲武器制造商们抄袭的创意 给出的款式并不多 但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 不管是DIY也好 还是东拼西凑也罢 凡是在战场上表现足够亮眼的武器 都将被制式化 规模化 战争是很多武器的重点战 同样也是新式武器的魔刀石 智能化战争虽然早就开始了 但这场战争 无疑将科技武器彻底普及到了全世界 新的战争怎么打 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按照如此趋势发展下去 断兵相接步枪互射的场面 很快就会和大家说再见 从人道主义来讲 或许这也是一种进步吧 好了 以上就是火力军 在防务新闻的这篇文章中 所解读到的内容 如果有不同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停ora 好的 中文章中